台湾地区自2020年起人口生不如死 主因来自低薪通胀和高放假 让年轻人不敢婚育征养 少子化俨然已是台湾的安全危机 然而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对症下药 预算杂越多生育率越低 民众党团提出应对少子化全方位对策 期盼建构友善的社会氛围 满足家长育儿的需求 不必牺牲制压发展与生活质量 更要推动少子女化对策基本法 及修订人工生殖法 扭转少子女化的趋势 民众党团认为 面对少子女化的危机 民进党当局不该只会豪杂预算 却不解决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民众党提出 少子女化应对政策从完善托育环境 职场育婴友善环境 再到法治改革做通盘全面性的考虑 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 持续促进官方企业及民间机构的协同合作 打造让民众感生感养的友善环境 合作民众党的协同同合作